欢迎大家来到《山山来池》的节目 我又是Christine 方国山 镜头左边首先介绍Bonnie 就是龙耳舍帮我们做手语 将我们的讯息告诉我们所有好朋友 更多朋友知道我们对于 我们来到楼宇维修篇继续一个讲座 今天我们在讲再生能源篇 我身边要介绍好朋友 正如大家都很熟悉的 Jackie 蒲偉明建筑师 多谢Jackie 专业动力的副主席 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 再生能源的专家 兼且是很多大学的客席讲教授 兼且Dr.Louis Lam 多谢Louis 林志雄博士 林博士在再生能源 再以至其他一些范畴都很专 待会等葡职师去请教 今天我们的讲题 就是与我们楼宇维修篇 包括其实如何我们在能源方面 是可以选择到其他一些不同的种类 包括是风力发电 这个就真的要请教Doctor了 Doctor就在这方面很专长 Jackie 如何请教开始我们今天 林博士请教一下你 据你所知 其实特区政府在能源方面 会否有一个政策 或者有什么想法 或者可不可以和各位观众分享一下 特区政府其实都做了很多功夫 不过它那个重点就是摆起节能方面 至于在新能源那方面 它就将几乎可以说的责任 就给了两间电力公司 就因为它们现在两间电力公司 都有一个计划 是在香港的水域里面 就装一些大型的风车 就是做了两个风场 一个就是中华电力 就在香港的东南边 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电灯 就在香港的西南边的水域那里的 就希望做完那些风车 起了个风场之后 大概希望能够做到1%香港需要的能源 就是由在新能源拿到的能源 有1%的能量出来 但刚刚天文台说 8月份原来有私人 最热的那个月 其实林博士你觉得 我们现在是否真的因为烧得太多 这些化石燃料 令到整个地球越来越热 如果香港热 其实除了这个化石燃料 石露油 那些产生热量之外 那个地域环境也很重要 因为香港的建筑物 起到真是一个石市森林 还有通风已经大家 个个人都知道了 就产生了问题 噢 产生了问题 就是那些屏风楼加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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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空间的也都遇得不多 是 变成了整个热岛效应 变成了 没错了 变成了 太阳晒下来的那些热能 就被那个石屎楼的石屎吸收了 因为它通风不足够很多原因 到晚上这些石屎场就放一些热出来 是 那些热的时候 变成了你的居民就很不舒服 变成了他就要开冷气 你开冷气就是一个热能的转换 就是把屋里面的热能搬出街 令到街更热 如果我在一个单位里面 我想开冷气 我想节能支持环保 我忍受不了 因为对面吹起来的热风 是令到我迫着我要开冷气 是呀 变成了很多人都想支持这个环保 节能 但是做不到 我想请教教师 有两个能源的转移 一些热气 一就是本身的冷气机的散热气又打出来 是 第二就是刚才说 下午当你那个日照的时候 收了那些能源 入了石屎 再散出来的热气 是呀 就是热上加热再打出去的街道 再是一些很窄的街道 就是有石屎森林的这些热岛的情况 就是热上加热 是这样的能源 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 因为有很多地方 日头就算被太阳曬住很高温 它晚饭很凉的 即是温差会有很多度 它晚饭会凉 用英文说的 变成了它那些人就没那么辛苦 譬如有在外国居住过的人都会知道 天主天让它到了三十多四十度 但晚上在下降回到十多度 是呀 根本不需要开冷气 都可以睡觉 澳洲墨尔本就是这样 好像天主天要三十多度 夜晚那些沙漠的冷风 不知道墨尔本那边有外国居住 晚上要穿外套 對,就算澳洲也是這樣,加拿大也是這樣 香港因為熱導效應,晚上仍然保持30度 那些人是沒辦法,如果不開冷氣是睡得舒服 第二天就沒精神工作 所以開冷氣就不是奢侈品 差不多叫必須品 是必須的 最近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做了報告 他有意欲說要加電費 讓人幫忙設能 這是很值得斟酌的問題 開冷氣不會危害健康 沒理由預禁於精 還要罰多些錢 如果能源效益 我覺得可持續地 有些能源他可能收的電費 是分階段去收 我理解到好像中電 他想實施把發電廠的基件保養得好些 他在日後的收費可能昂貴些 但到晚上九點後 他會給你一個折 讓你能源分散 令到電廠的發電機器 都得以保養得好些 不是預禁於精的情況 這種做法 很多外國大城市都有分斷不同的收費 不同的收費率 不同的收費率 是好的事情 原本可以調節公求的問題 但是如果要把電費加上去 令到人覺得用電玉尺來減少 這種政策 就要很小心去做 不要令到人覺得受壓迫 因為我覺得要做到節能減排 就是要人有一個自願性去做 你最容易做得到 因為現在你說 用很多億去起風場 得到的能源是1% 但我們大家苦心自問 要省1%的電 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說 譬如政府把責任 擺在兩個大的能源供應商 包括一個中電 一個港燈 剛才你說 1-2%這些再生能源 它是有責任 因為它和政府簽了合約 簽了合約 即是它要達標 其實一它是要何時達標 你不知是哪個日子 第二就是它現在做的 譬如在新界東南 即是說 是否好像在西貢地域上計劃 現在暫時都未說可以落實 還是一個初階研究的報告 究竟我們香港是否真的 可以在他們的計劃裏面 是落實做這些風場 而效益有多大 我想請教一下 是 原則上這件事 我們是要支持的 這個概念 是 但這個概念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是 因為 如果你說 政府 將那個責任 擺在電力公司那裏 而不去全面性 開發這個再生能源 就是被很多外國 或者在世界上 落後了很多年 思想 思維路線 德肥你可否介紹一下 給外國 其實有甚麼例子 可以令建築物 環保一些 或者本身的建築物 可以產生一些 再生能源的效應 不需要用火力發電 或者是核電 是的 我今天帶了一些圖片 給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這個第一章 好 我們拿著 好 讓醫師介紹一下 對 看這邊 就是這個 巴林的世界貿易中心 你在圖片裏見到 那個建築物 就是利用這個建築設計 將那個結構造成 好像兩塊大樓的葉 然後將風吹入中間的空間 然後有三把大的風力發電機 安裝在這裏 他那個希望 就是希望做到 拿到的風能 就足夠存在大廈 百分之十五個居營 很好的 你要有前瞻性 就是建築室 在建築室初期的設計裏面 就在建築物 green building之前 已經想好這些綠色元素 他這個計劃 他根本就已經有兩年多之前 已經是開始取到風能 你加上他的發展 他有這樣的預計之前 五年六年以前 他已經在推動這件事 是 不過能源很快要翻本 你欺負到15% 絕對 這個問題 大概會多久要翻本呢 值得爭著 因為現在眾所周知 這個再新能源 還要很長的時間 才能翻本 不過如果現在不做功夫 就永遠都不會去到這個 減低探排放的目標 不過都很同意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這一刻我們當下不想 就是我們仍然是 Stick to核電 就大件事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日本核電 洩漏這麼大的問題 就是你玩一下玩一下 玩到二十年 你那個核電廠出一次事 都不夠你用幾個世紀去補回 現在整個德國都禁了核電 他現在不用再生能源不行 是的 他2020年左右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就禁了核電 在德國 好像跟著他 西巴牙那些 都開始要做這件事 就是大家要急起直追 這座就是巴林 另外一個 就是在英國的倫敦 好 我們不要遮著醫師的樣子 先放低一點 這個 動彈很漂亮 動彈很像一個梳泡 就建成一個梳泡 也有一個花名叫做梳泡大廈 就是這個 好像一個店梳泡一樣 人人看下去 Strata Strata Building 那間叫做Strata Building 是一間高級的住宅樓宇 發展商也很支持環保 做了三隻大的風力發電機 在那邊 那三隻 是不是三個圓圈 就是Winter Barley 是的 他將天的屋頂 做到它斜斜的 讓風可以接收更多風的能源 所以我說 在設計的階段 就要像建築師一同去策劃 即是我們鏡頭拍到這些位置 這三個圈都是Winter Barley 三隻風力發電機 其實醫師也想請教你 Winter Bar下面 是否應該有些大的電池 去接收那些能源 就視乎它採用哪一個系統 現在有一種做法 就是把它轉為交流電 輸入電網 另外有一種 即是我現在積極去騰窗 就是直接用它拿到的電 的直流電來工作 不需要把它經過 進入電網 一定我們稍後再用 我們慢慢再跟你研究 所以這一集是非常豐富 因為其實這真是專題講的 這個再生能量 亦都真是專家講的 其實很多資料 很值得分享 無論是直流電還是另一種處理方法 都是另一個很深入的講題 確實聽說我們國內都有 是 國內 講完倫敦 去到我們祖國 這個圖片 就看到一間大廈 這間大廈很近我們香港 就在廣州 是 珠江 珠江大廈 或者珠江城 他就在金碎路和珠江西路的甲角 發展商就聘請了美國很著名的建築師 做了這間環保的大廈 他希望做到零排放 是嗎 真的要急起直追 又很激氣 就是了 香港就是我們 要問一問又沒有 這棟零排放是怎樣做呢 其實有整個大廈 那些對於能源處理 有幾個辦法 是 第一就是 除了節能之外 他就盡量吸收在環境的 在新能源 太陽能 在他的正面 他是安裝了光復板 還有在大廈三個地方 他裝了風力發電機 那些隔火層這位 是 我以為是隔火層 很厲害 再留心看看 他將外牆的形狀 做到將風 接入隔火層的地方 即是鵝蛋 是 在這張示範圖上 即是眼球的形狀 那些風 主要將它接在這三個地方 屋頂和這兩個地方 其實這棟大廈何時建成 這棟大廈應該是落成的 落成 已經是 建好了 建好了 最近建好了 最近建好了 大件事 香港真的要急起直追 我們香港有沒有這麼先進的建築物 沒有 就我知道就沒有了 唉呀 真可憐啊 大佬 真是大件事 即是有什麼IFC 全部沒有這些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或者值得去商確 因為我們那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去年已經出過一個報告 講及在香港的再生日園 那它就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計劃提出來 它的論點就是經濟效益低 而就沒有提出任何的方案去做環保能源發展的路向 但現在迫在眉睫了 你想想一天 如果我們真是連大廈、阿灣、核電廠都要關閉的話 我問什麼代替這件事呢 雖然我本人就是不反對核電 不過核電要很小心去處理 很小心去處理 一定就是未見其害 你就要有居安施危的感覺 即是你預了它出事 你怎樣逃生解決這些問題 但解決了之後 核電是一個很有效的發電方法 因為我做人員的 我不會反對這件事 但現在反過來 特區政府經常用大型風車 其實是不安全的 因為它是一億元一支 它的代替格這麼高 會不會打完長風就不見了幾十支 這個就是有這樣的可能 我也搜集了一些圖片 就是關於我們說 在香港將來的風場 用那種風力發電機 即是首先正面的大廈設計 又可以幫助提供能源 但譬如有另一類 可能也不是最理想的 一些再生能源的方法 即是說到大廈那裡 其實有一點值得提出來 要大家去思考一下 因為我來說 再生能源 就不是說 我在靠外國造成一些風車 光復把握 買回來放在這裏就可以 你要視乎本地的情況 而去加上的研發 才可以有效地用它 其實我想這件事 都見過在瑞士大廈 它是推動了 它寧願扭轉回去 即是望回到接風口的方向 沒錯 即是像我們祖國以前 北京都是四合縣 所有都向東南 這些是風水 所謂風水的問題 應該是建築來配合 建築配合 你們是居住環境 大家整體想起來 講回剛才的問題 現在大型的 所謂聲力式的風力發電機 有甚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 它很常會發生的 就是著火焚燒 因為這些巨型的風力發電機 那個掌頁就會很高 轉到 放在桌面上看 這樣就會很容易被雷電擊中 令到它著火 還有它裏面 儲藏了很多 滑機油 一燒著之後 就沒有得救 其實跟我們飛機的做法 都有接近 像馬達 變成有時用得久的時候 即是著火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它現在還有一樣 這類的風力發電機 去到某一個風速 是大約每秒鐘12米的風速的時候 它便要減速 減速是怎樣 踩迫 會發熱 如果散熱做得不好 又會引到它的潤滑油 就著火了 所以它這些被火燒的個案發生很多 而每一次發生 一著火就沒有得救 剛才補織師說 這一類型可能有機會 是中電計劃在我們香港 新界的東南 即是西貢牛美海 大概一億元一隻 這類的風力發電 因為它們造價大概 如果蓋78支 就78億元 但變相 這個等我講 霍林博士 這類有機會 變成加大了它們的再生能源 即是容許 政府說容許你加這類型的東西 如果它加大了基建的建設 它便有機會將我們的電費調升 因為這些是固定資產 是 投放資產 早前我們調整和中電簽的能源合約 就說加幅不能過 雙位數字 就9.99加到盡 我相信加道理也是好人 不過我希望真的應勢得洗 如果你說這隻能源 安裝式的一些風力發電的風力 如果你說西貢牛美海 有這麼近 Jill Park 這個國家地質公園 我就覺得要考量一下 會不會調轉 在其他一些建築物 資助 剛才我們 有很多個問題 打長風會不會全塌 打長風這個問題 或者龍卷風也有機會 是嗎 有 因為香港的水域附近 有水龍卷 有水龍卷 有 我也見過 我也親力 那些水龍卷的出現 是現在的科技 還不太容易完全去預測到的 這裡我也有些圖片 就是講現在 整隻飛機用東西打散了 現在用開大型的風力發電機 這些風力發電機 有些去到幾個兆瓦 香港現在裝的 未算最巨型 最巨型的 可以去到六七個兆瓦 香港現在講的 都是裝三個兆瓦 左右 但是已經一億 一隻 過億 這些 就是有很多個案 就是 遇到不知什麼的情況 它倒也有 因為它跌了下來 到法國 自知島 因為它是一些很偏遠的地方 沒有人看到 所以我經常想 很多天然的環境 我們人力不能夠 這裏有一個 就是在一個球場附近 有一個小型的 倒下來 很貼著那輛車 幸好 轉得快 其實都幾 因為這些幾多噸 每一隻大概 每一隻大概 是很重的 一隻長也幾噸 十幾噸 扎下來 有什麼事發生 大家明白 但我們始終 我們雖然說 這類 有些 不理想的處理方法 但是 怎樣去做到一些 可以幫助到的 再生良運動員 我們必然是要在這方面 去努力 做事 好 但對方的博士 與其一言一支 我們不如 呼應我們上一集 譬如說環保定位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機會 可以把這些風車 分佈在不同的 小型建築物裏面 其實我今天想和大家 如果有時間 介紹一下我自己 在這方面 做了一些 特別的設計 適合香港用的風車 剛才很大 建築物這麼美 但如果一般小業主 譬如我自己 在這家鄉村屋 我也想用這個風車 那有沒有小型風車 我可以用的 是 我們有的 可以做到的 村屋的業主 和網友要聽一下 是 這集真是很專題 請教授 有一個概念性的圖片 在這裏 好 下張 好 這個 這本 就是這樣 過去這幾年 將我自己的所有的 有些網友介紹 是深血 是深血 做了這種新型的風力發電機 它最適合在端流的 很多的 船窩 那些空氣裏面運作 因為剛才說的那種風力發電機 它是一種星力式的發電機 它要吹過來的風很定 以及在一個風向沒有快改變的情況下 它才會運作暢水 遇到一些擾流或端流 裡面很多船窩 因為在一個城市裡面 那些風吹過 經過的地方 它已經產生很多雪窩 再吹過來的時候 它如果用回傳統那類的風力發電機 是工作得不暢順 以及效率很低 一定要重新設計 一些更為適合環境的風力發電機 過去也做到有很多地方 用了很多不同的設計 但是沒有一隻 到現在都是滿意的 可以說 其實很多不同的科學家 都有想過 但是這些效益都不大 很多問題 各有各的問題 有些就搖爛房子 馬上拆都拆不及 沒有 你的重量都不少 你看到 它一支撬住這裡 那個力的集中 這間是學校 這是真實的個案 安裝了幾個月 拆不及了 已經看到有結構的傷害 明白明白 這些都可以做個參考 好了 林博士 這是你的心血 在擾樓的情況下 正如你說 香港一些 我們物業 建築樓面多的地方 比較適合用這些 如果是 它安裝的位置 應該是在大廈的天頂 其實不只是大廈的天頂 如果加上建築設計 可以在大廈的兩側都可以安放 所以它吸取風能的地方 是加闊了很多 即是一座大廈 是 大家也知道 而且高的兩邊都很大風 風比較大 擋住 它迫著它 就在兩邊去 那裡的風速比較高 那裡的地方都可以拿到風能 明白 我想請教一下 林博士 如果相比 當然 我兩項目不能夠一比一 我現在大膽問一下 如果我很希望香港好 幸福香港 如果你看到珠江 珠江河 珠江這個建築物都已經建了 你剛才講這個形式 建築物的時候建了 就加了風力發電 就省了大約15%的能源 剛才在巴林那個 製造到 那這個有多少呢 這個我沒有一個正式 不拿珠江 拿回巴林 那如果拿巴林這個比較 它是有可以 譬如節能度去到 15% 就在這兩棟大廈 就還有三隻這些 Winterbar 那如果相比 我們同一個接近的 在那個綠色建築物 提前做的那些 又可以大概 可以 你預計 同等大廈 連為一體 安裝了 你的這類 可以帶到我們 多少再生能源 如果一座 譬如香港的住宅大廈 我講四十多層那些 如果能夠用到 它圍住建築物 那個空間的所有風能 安裝多少隻呢 這裏有三大隻 是 我這個設計 是可以 逐塵 逐塵 加進去 可以增添 很容易 變成那個彈性很大 如果可以用完 空間的能源 公共地方 照明用的電 是足夠的 阿德特 我忽發其上 如果你的風車 放在港珠澳大橋 可以 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 如果它設計的時候 又加上 加添了的風力 下去 它是可以用到的 整條大橋的能源 可以自給自足 好建築師 我想告訴你 其實我之前 我也有在 跨海大橋 不是跨大 是張軍澳和南田隧道 跨海大橋 我和 我的好朋友Vivian 大家合作做了一個 提案 就是構想圖 在大橋上 引入一些再生能源 就是風力發電機 是的 其實在大橋上 可以想到最有效 因為我現在設計 這個風力發電機 這個是一種模式 另外一種運作的方法 就是那條軸 把它打橫 那個掌頁 是這樣轉的 變成你跟著橋 旁邊 就可以一串這樣轉 可以取得很多風能 當然是要在設計階段 就要去考慮 加上那個 增加了那個力 割藥 現在這條路是最好的 它是最受風 變成有沒有東西擋住 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最重要的就是 引起一些人 對這個再生能源 和節能的減低環境 那個負擔最重要 如果你在這條路上 經常都見到這些風車 你就立即覺得 我要省電 我要省電 回家 自己家村屋 自己長回國 其實我同意 阿林博士說的問題 其實如果在橋下 建造再生能源 或者一些風車 風力的發電 它在外觀上 其實都頗特別 又不影響 譬如你在很多 綠化的山脊上建 有很多 大家好朋友 綠色團體 就會反對 你破壞自然生態 但如果在我們 即是 我們在設計師 建築師 和配合工程師 在一些組合裏面 做到再生能源 還有 我們在外國很多 都會在大橋兩旁 加一些廣告牌 那些又說會影響駕駛者 我們香港也沒有 你留意一下 我們其實香港很少 在大橋或者Highway旁 加廣告牌 但你留意一下 在外國很多 如果我們 那些廣告牌 就沒有搞 但反之加入我們 再生能源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教育 兼施大陸 是 這是很好的提議 其實我們做 這個風力發電機 研發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用這個 風力發電機 那些掌頁相當大 那個情況 是可以在上面 加上廣告用途 是啊 包裝在外邊 你可以說 有些標語 叫人節能 簡直是有好意頭 封車 你知道中國人很流行 轉運 轉運 連廣告牌也有 因為叫它招財線 對 招財封車 對 對 這個其實 一舉兩得 兼且有廣告效益 對 還有 因為它將來的發展 做到 在風車頁上面 做一些發光的 LED的視像系統 它可以全部用再生能源 來做廣告 對 減低了 矛盾 因為現在我們的大城市 香港是商業的城市 你不可以沒有廣告 但現在廣告晚頭 是用很多能量 要發很多電 來點著光管招牌 林老師我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這樣 亦都可能在很高的大廈上面 我們現在有那隻 譬如說導航的燈 對 如果你有裝LED 便會變相 給高空的駕駛者 飛機師看到 你是導航燈 是否其中一種 可以的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新的概念 你可以做出來 在飛機看來很漂亮 我看外國的物憲 例如建造大廈的發展商 他們的概念 不是要省錢 不是要拿再生能源 因為他知道 現在暫時 投放在再生能源的投資 是收不回本的 德國就是要推動這個概念 表示他是全力支持環保 正確 大家嘗試把這張圖 打橫看 你會覺得很有趣 這就是我們的橋 這就是一個風車轉 十條橋也是這樣 這樣轉又行 就是我們的概念 這樣轉又行 這樣轉又行 真是無跡私利創意 我找個實際問題 博士 這些風車 可否算是能源效益 因為上一集我們說環保丁屋 我們想做一個綠色的審計 其實我們希望是 Zero Energy 就是輸入的能源減到最少 或者是喪失的能源 或者輸出的能源減到最少 在兩邊可以平衡 如果我變成輸入的能源 不需要用太多核電 或者火力發電 自己本身大廈可以產生能源 例如衝過風車或太陽能板 我們可否算到效益出來 因為想實際上 讓政府知道 我們做這件事 真的可以做到零排放 和能源減減到最低 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不過現在 香港現有的思維老師 只想去減排 對 其實這個 好像李普積斯說 是一個有加有減的問題 對 即是減我們就好像沒有什麼加 對 沒有想過加那邊 當然是有一個經濟效益的問題 對 但經濟效益會遲早 會越來越高 對 我講回風力發電機的歷史 早期的風力發電機 就是源於70年代 發生石油的危機 即是油價、石油的供應出現問題 這樣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做這些風力發電機的研發 在那個年代 做的風力發電機是幾個千瓦 到80年代 美國政府能源部和太空處聯手 投放了大量資金 做風力發電 將風力發電機的發電量 可以提升到幾百個千瓦 到30多年後 到現在今日那些大型風力發電機 已經是幾個兆瓦 增大了是一千倍 但它一直到現在的投放 都是泵錢下去 才做到現在的局面 現在可以接近平衡 我覺得這樣 大家買一輛環保車 政府也要津貼 為何我建一間環保屋 政府不津貼我呢 我認為政府有資助 或者鼓勵我 例如我達到某個評級 可能是三個A 政府應該減哪個猜向 我自己落手落腳 真正做太陽能板 做我的風車 令到減少碳排放 我覺得政府應該有些政策鼓勵我 政府應該去支持這個做法 你證明了 林博士就是能源 再生能源的專家 他都說 其實投放是一些再生能源的 譬如說石墨村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翻本 政府更加要有因去推動這個計劃 昨天看電視節目 已經有國界希望呼籲在天台種植物 做草坯 其實在我那間丁屋種 可能更簡單 我自己控制 好過在一個大廈天台 同等面積 我七八平方公尺 跟一座大廈相差不遠 我想成本能源效益 他有節能 或者令到太陽能 可以沒有那麼大 影響到那些流域的比例 在村屋的比例中大 正有效益 你菩提斯剛才說 有加有減的東西 是很值得商學的 因為譬如你說 做過綠色的 綠化了的天台 他是減少了熱能的吸收 以及熱的傳送 變成一間屋裡 用少了很多冷氣 用少了限制 就減少了炭排放 他與其加我電費 加我的徵費 令我不開冷氣 為何他不給我錢 或者資助我 我在屋頂層種草坯的東西 他現在不是不資助 而是 我看到政策局 環境局 他是有做Green Roofing 即是綠化天台 不過他就說要在公眾地方 但他就沒有肯資助 每一個單位的天台屋 現在就是這樣 沒錯 因為在新界那些屋 如果天台屋 那個數量多 你靠一間學校 靠一些公眾門桌 那個數量和面積少 現在無論Dr. James 尖教授 或者以致林博士 都贊成支持Green Roofing 不過政府 只是在公眾地方有支付 但怎樣能夠推動到 就是要靠政策局 以及聽到 相關政府門 環境局的朋友和同事 你應該要支持這些 對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其實我看 他要支持這些 他一定要有一個 譬如數量化的數字 對 那麼官員自會覺得 他不會對某一方面偏坦 對 那就是Green Audit 所以就要做一個 量化的Green Audit 對 包括所有節能 或者吸取到的能量 加上一條數來計 所以希望Dr.博士 你回去幫我們想一想 例如下次有機會 你可能做一些方面的研究 譬如做一個Green Audit 一個綠色的審計 有甚麼因素需要兼顧 或者比重是怎樣 然後做了甚麼 才可以得到一個3A的評價 這些希望 博士你回去幫我們長家想想 當然很樂意去做 不過還要建築師去設計 因為早期的設計很重要 因為Krushinke說得對 其實我們中國以前建一些小屋 其實很有經驗 以及以前前輩的經驗 其實很重要 為甚麼四合院在中國存在這麼多年 一個冬暖夏涼 還有樓底高的話 為甚麼自然可以調節 自然地交流 風在裡面會散熱 現在我們香港最簡單 就是如果有個曬棒 曬棒上高的話 有一把吊線 其實你產生空氣的對流 已經是非常有效的 還有菩姐我真的說 我真的不用說得遠的地方 就是講一個小時船的澳門 我去到很多澳門的建築物 它的樓底真的比我們香港高很多 特別一身建的建築物 它不會說 這件事我都很抱怨地要投訴 就是在某類型的發展商 它就為了樓面的石屎成本 以及增加樓層 變相它的樓底矮了 這件事也是令到我們打後的日子 市民搬進去之後 或者它要產生多了能源 這件事是很遺憾的 是的 還有一件事 除了今天我們講的再生能源之外 其實有一件事 其實都會有增加排放 就是我想借你這個題目 就是有些熱能 是我們政府 例如包括堆填區 它排放出來的Mefame 那個沼氣 它是給氧氣多20倍的能源 熱能的 我們現在政府 就是因為沒有人接收 就直接燒了 其實它變相增大了熱度效應 即是變相排放更多的卡氛大壓實出來 是的 完全是 它自動燃燃 自動燃燃 即是沒有工作做到 不斷燒了它 就派放了 是浪費了回收的能源 是的 這個其實雖不是再生 但它也是由我們的堆填裏面產生 而白白浪費了能源 但如果我們好好地把這些能源收集好去冷凍了 就已經變成煤氣了 在國外 在外國 這些動物散出來的廢料和沼氣 其實可以完全在廚房裡融化 所以這些能源是完全不會浪費的 是我們香港覺得這些不重要 所以再生能源的博士 就是要幫幫我們香港手 怎樣搞好我們的能源 不如現在我們總結一下 請問林博士大致 我們可以給一些大方向給政府聽一下 怎樣可以做到呢 我有幾個愚見 希望政府多些留意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不只是去減排那方面 收入收入收入能源回來那裡 都去想一些事情來做 當然第一局 至於你說去用家電費的辦法去鼓勵人節能 就要很小心去處理 不要令到那些人是 因為我花不到錢 我就要逼住減用 但亦都是在我的生活質素那裡打了折扣 明白 不過我自己先回應 我覺得現在電力公司的收費 對市民一般來說是不公道的 因為住宅供電量的費用 是遠高於商業的 所以這個做法 是對小市民來的打壓 我覺得 沒有理由商業會給一個大的折扣 特別是大的財團 電力公司會給一些大的優惠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說 你有錢花就可以花多些 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這件事 這個感覺完全是很正確 因為我亦都有一個同類的感覺 不過今天那個時間亦都夠 將來我們有機會 可以再深入一些淡討一下 這個很值得相確的 今天樓宇維修篇 這個再生能源 這個能源篇 我想今天一天的話題是不夠講的 Jeky怎麼搞呢 再請Dr.Lam過來 因為我們下一集 我們希望真的講講 關於綠色審計 因為我們講過兩集 八卦原理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回來做些功課 下次有機會去介紹給各位網友 例如做一個好的綠色審計 應該是怎樣做的 好 我們大家去雜思講益 好 努力吧 好的 今集時間到了 我很多謝Dr.Louis Lam 多謝 謝謝 謝謝Jeky 下個禮拜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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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